请点击右上角关注9%资讯站 表解9%等娱乐动态 相信广大粉丝们近日都有注意到 9%中的人间仙子 朱正廷被号称500万的猛宠迷的是晕头转向 就连珍珠糖们吃醋他都不管了 于是广大珍珠糖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干脆粉上了500万 哈哈这下换郑郑吃醋的 不得不说 这一家子真的是太有趣了 记得在最近郑郑和乐华妻子中的其他几位成员 一起出席了卯代言活动 据悉郑郑抱怨珍珠糖粉500万 于是在活动结束后发了一张自拍照 并配了一句酸不溜丢的文案 珍珠糖看到后纷纷表示 我们要看500万 谁要你的自拍了 哈哈 也是相当霸气的对爱豆了 不过郑郑也没有因此而戏内 只见在近日 他在某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则视频 而视频的内容 还是让广大珍珠糖们比较满意的 在视频中 郑郑先和大家见面 接着镜头一转 就到了500万的身上 看样子 500万正躺在郑郑的腿上睡大觉呢 那迷离的小眼神实在是可爱 不知大家了解过没有 其实郑郑的500万当下正在竞争网红的名额 最近一段时间 不仅9%某些小哥哥抱着他纷纷出镜 就连乐华妻子的成员也纷纷加入了晒500万的行列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500万竟然摆脱郑郑 自己上热搜了500万 就这样 一夜之间成功晋升到了网红的队伍中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夜爆红 哈哈 既然都是网红了500万 要不要发表一下感言啊 郑郑呢 是时候给500万开通一个官方让号的 珍珠糖们 你们说呢 赶紧催郑郑安排一下 但是呢 对于郑郑这次所发的视频 也有很多网友对此表示 妆太浓的 也有的说既然妆都化了 为啥还要开美颜 滤镜 于是只见有珍珠糖们说道 把你的美颜关掉 也有的珍珠糖表示 请问仙子还需要对自己的颜不自信吗 还有的说 这美颜开的 它尝得挺好的 卡开的像网红一样 冷脚都没了 是啊 郑郑 你的自信去哪了 不过也有可能就像有的珍珠糖表示 郑郑很有可能不会用这个软件 哈哈 不过话又说回来 调侃归调侃 希望大家不要恶言相向 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请别随意伤害一个人 文明社会做一个文明有助的人 要学会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而不是专挑一些无关紧要的点去夸大 每个人的眼光都不一样 重口难挑 不要总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别人 也不要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好了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有关Mine Percent 朱正庭长娱乐动态的话 那就请关注我吧 本门由本账号原创发布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编辑 小小图片来源网络